如果他说党主席不能选总统 那我就不会参加党主席选举 事实上我现在也没自己参加 就是韩国瑜选不选 我不知道 我没有跟他讨论过 他也没告诉我 我真的不知道 那 我想他选不选 他的决定一定是会在我 能不能选之后 所以如果我能选 我想他是应该是不会出来选的 他说我不能选 他会不会选 我不知道 要问他 只是他现在也很难答复 因为我现在能选 到现在还会叮之间 所以他怎么决定 他自己就让他 今天就是我们要组织 凤梨国家队 要吃爆台湾凤梨 他买我们水果的时候 我们就那是同站 同站 他不买的时候呢 就是他阿爸 我们奉劝蔡英文的 是牺牲不到最后关头 绝不轻眼牺牲 你不要牺牲这些农民的权益 你甚至要不要牺牲 现在只是农民 你不要牺牲那些传统产业的权益 那我们也 这个 这个 劝习近平主席 和平未到最后关头 绝不放弃和平 这是蒋介石在 八年看这时候讲的话 和平未到最后关头 绝不放弃和平 牺牲未到最后关头 绝不轻眼牺牲 对我们来讲 我们不牺牲我们的农民 不牺牲我们的商人 不牺牲我们的工厂 从业员工的权益 但是对道路来讲 你不要完全失望 好像有消息 有讯息 说他们对台湾完全失望 对台湾反正 越走越回去 越走越极端 越走越离开 反正 我觉得也不要 还是以和为贵 退一步还过天空